中国第三号女汉奸,陈公伯的情妇,最后被军统逮捕,判处十年监禁。 中国出汉奸最多的时候,莫过于抗日战争,据不完全统计,在当时我国大概三百多万的汉奸为日本鬼子效力,而令人奇怪。 但是这些汉奸大部分都是一些知识分子,相反没什么文化的中国人,反而懂得一个中国人应尽职责,难道这些人读书读到马桶去了? 其实原因有很多,最主要莫过于两个原因,一个是被日本鬼子功名利用,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中国和日本的这场战争肯定是必输无疑, 所以还不如做个汉奸,至少自己目前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。 说到汉奸,我们会想到的是男汉奸为主,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是女汉奸,在抗日战争时期,女汉奸有三个人非常的昭明, 其中排名第一的莫过于川岛方子,不过后来被处死了。 第二个,就是汪兴威的老婆陈碧军,这个人非常的顽固,后来被特赦,但是却拒不出狱,最后并是狱中。 那么中国第三号女汉奸是谁呢?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,她的名字叫做莫国康,莫国康这个人非常有才华, 是北大的才女,对于法律学非常的精通,从小就表现出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才华,她非常喜欢政治, 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投靠日本人做汉奸的原因之意了。 说莫国康,必须要说民国一大汉奸陈公伯,陈公伯堪称是中国第二号汉奸,汪精卫死后就是陈公伯的天下了, 而莫国康就是陈公伯的第一情妇,当年莫国康为了上位,不惜出卖身体来获得陈公伯的欢欣。 后来随着汪磊政府的建立,陈公伯变成了二号首脑人物,而莫国康也就成了陈公伯下面最贴身的秘书简行人, 在莫国康掌权期间,做过很多伤天汗礼之事,比如贪钱等,随着小日本的战败,莫国康被军统抓了, 可是在审判期间,莫国康却巧舌如荒,矢口否认自己的恶行, 将责任都推倒了陈公伯那里,看来莫国康这法律学得是确实厉害, 最后莫国康仅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,气得台下的人民要发狂啊。